演艺圈竞争异常激烈 很多演员在低潮期总会遇到各种拒绝和否定 如今的热播剧《霸贫女主角》杨子 曾经也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 比如十几岁杨子的爸爸跟圈内宋丹丹 咨询孩子走艺术道路的可能性 宋丹丹诚恳给出建议孩子本身条件 确实在娱乐圈不占优势 如果是一般人在这里就打推堂鼓啦 因为当时宋丹丹在娱乐圈已经是大咖 她的建议是有一定分量的 但杨子终归还是选择了烤杯影 此后确实如宋丹丹所言 她的路走得很艰难 现在已经走过那一段低谷 杨子才能淡然说出那段过往 以前她很自卑就埋头在剧组拍戏 不敢去参加宣传 害怕穿礼服 怕穿高跟鞋 别人跟她说一句话 她会脸红 忽然有一天她就想通了 她说不能自卑就是要自信 因为你自卑的时候 那些不爱你的人还是不爱你 有两三年的时间里 每次定她为女一号 总是被换掉 但是她已经心里想通了 所以就觉得几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她会让那些不看好她的人刮目相看 熬过了那段时间 当然 杨子不仅仅是在被动的熬时间 她还在主动的努力 终于她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可以自己挑选剧本 可以完成自己的想法啦 那些之前没有选择她的人 几年后又联系她去演女一号 以前是不理她 现在是求着她 回顾过往的日子 杨子鼓励更年轻的后辈说 其实在我们这个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自信 就是靠着这样的一股镜头 这个即使现在 也不被一些人看好的女孩 建立了自己的事业高地 我现在是不让她的事业高地 我现在是不让她的事业高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